啊 那我们最后一段MC的主题是我们 H队当中 谁是家务小能手 那我们从你自己开始吧 家务就是做那些我应该没做过的事情 小孩子做什么家务 是不是 给大姐姐做就好了 给大姐姐们做 沛欣 你呢 那当然是我自己啊 我非常能干的 一个男人干什么家务 看我的公二头巾 没有没有没有 家务的话我平常就是 比较喜欢整理 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说看起来它乱的话就会 喜欢买衣橱 喜欢买衣服然后衣服没有地方放了 所以买衣橱 然后乱了就会整理 其余的就比如说洗衣服之类的 我是不会干的 就交给 洗衣机 交给洗衣机了 交给洗衣机了 你洗过吗 交给洗衣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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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洗衣机都不到好吗 好好好回你们房间 我一般穿旧了就扔了 我穿的都是一次性的 因为有钱任性 没有 就这么冷场了吗 像我这种大长腿 不需要做家务 学手呸的 这么大的长腿 这么长的腿 怎么需要做家务 我用到是凹字型的好吗 还说你的大长腿 你的腿都插到 跟洗衣服有什么关系 那以后我们这么战 还是 你看你一直比你小都比你高 你连一个14岁的都比不高 许晗呢 夏娜 奶奶 你是 我觉得与其说 谁最会做家务活 不如说谁最不会做家务活 我看一下啊 在不在 阿姨那人在台上 对 这是我的室友 刘炯然同学 对 就是这个事情 我就不说了 就从来我们房间游玩的人 说了她床头的东西吧 就那一晚 我在上上个星期 去她房间的时候 看到她在吃一杯泡面 然后我昨天去她房间的时候 发现她的泡面还在她床上 然后我们的怪兽同学 她还说了一句话 这不是上次那个 这是新的 不信你吃吃看 我觉得这招太狠了 后妈 其实夏娜太爱我了 你们要变解了 她就是说反话 太爱我了 我理解你 夏娜 油腻啊 我俩晚上油腻的事情 多的是呢 后妈 干嘛 又叫我后妈 凭这句话 你是不是最能干家务的 我没有啦 我干家务的原则 就跟我的人生原则一样 就是归根结底 就三个字 看心情 我还以为你要说 都会交给我的灰姑娘吗 什么狗 后妈不干家务都干 我觉得你今天别说话了 老愣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突然实话 你不正经还胡说八道 我不实话了 闭嘴 其实你在家务什么 其实我人生中有很多次机会 可以成为家务小能手的 都被我妈给回绝了 因为我总是一踏进厨房 还没踏进去 我妈就说别进来捣乱 就是类似这种 所以就是好像 你们家长也是这样吗 反正我妈就是 只要是我做家务 她就会觉得我爱手爱脚 就把我推开 就给了我就是 让我丧失了学习的能力 亲女儿 你学嘞 说到做家务嘛 我觉得增添家具也是家务的一种 因为我的室友 是一个很有少女情怀的少女 她很喜欢添点东西 比如说她会跟我说 琳南我们就买一个衣柜吧 好买 然后琳南我们买个架子吧 这里放个架里那个架子 好买 可是为什么每次你们乌买的家具 都要让我去拼呢 然后就一起买 他们总是很轻松的 买了一堆东西过来 然后沁阳就给我发微信说 来来来来 我们来拼家具 然后你们两个就坐在那边吃泡面 是吧 哪里有啊 然后就这个买 那个买 然后可能是买太多 然后就剁手了 所以 好闹啊 我喜欢你刚才说表情 等一下 这个梗我真的是今天一定要讲 是关于琳南的手 她那天刚切完之后 包扎完特别大 然后沁阳不知道 然后沁阳就从远处走来就说 那个琳南你干嘛拿个离弧啊 这个梗声 那梗说过了 沁阳说过了 沁阳说过了 真的吗 你这不就体现我们对的梗很少吗 怎么办 你才暴露了 我们太无趣了 这群不趣的少女 我自吻 我被禁言十分钟了 赶快 赶快群主 群主解禁一下 群主解禁一下 到我了 我 我 我感觉 应该 我也不知道 我们成员中 谁最 干家伙最好 因为我每次去到他们房间的时候 他们都说 刚弄乱的 因为 所以我也不记得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吧 因为 还没见过他们最整齐的样子 我觉得我被解禁了 就是 十分钟 十分钟还没有到 我 我管理 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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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下奈 但是下奈 它是分区域的打扫 它的床上超级干净 碰都不能碰 然后呢 厕所 等会儿 你们可以问一下绵羊baby 昨天看到他们那个厕所的感想是什么 昨天绵羊还有 米尔在我们房间玩 然后走到树鱼 看到厕所 惊呆了 她的厕所不是你的厕所吗 没有啊 在镜眼吗 对啊 你在镜眼吗 就是女孩子嘛 头发比较多可以理解的 就是女孩子嘛 夜镜成长到那个圆人的地步了好吗 那头发多 地上会有几根头发就是很轻快一点 几根 这不会是掉了一顶甲巴下去吗 对啊 质量不太好 对 怪兽反击完毕了 完毕 好 那就让我们有请下面的小伙伴们吧 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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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来延续一下上一组的话题 从乌龟开始 好 谁是内务小能手 我 是我 不好意思 我 因为刚刚我在后台问了绵羊 我说内务 我说家务是什么 他说家务就是家里干的事情都是家务 我就觉得我很擅长 因为我常常在家里面就瘫在那里吃 我很擅长 这是我最擅长的家务 所以我是家务小能手 我喜欢小叶 哦 你这么肥还喜欢钻空子 我要钻大空子 我不钻小空子 其实乌龟不是很肥啊 它就是圆 就跟许杨一样嘛 我 我有一点下巴 我有两个下巴 他们两个应该站在一起 我觉得 陆宝呢 我都说了家务小能手是我 你每次在我们房间不都很干净吗 可是我没有看你做过家务 那都是我做的 我是默默奉献的那种 不愿意给别人展现 那我怎么一次都没看到过 网路好像搬到三楼的时候 好像整个人都勤快 每次去他房间都是很整洁的 对啊 就说不许是我躺 然后不许碰我 诗艺人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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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诗艺人不在怎么了 怪不得我怎么说没人出声 但是我们两个房间就是我打扫 多那么一点点吧 我 我想说 我每次都没看见你给我打扫 我都看见的是别人留下垃圾 你就说不许留下 给你捡气丢掉 你是常常干这个吧 不是啊 你们留下都是我扔的 知道吗 都是你叫我自己去 好了好了好了 下去再吵啊 没事 嘟嘟嘟嘟了 你们作为你们两个的房间 我吓死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话题 你还是不要说了吧 不不 我要说 我觉得 你们俩别过好吗 我们俩要在一旁 我认为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 你会很惊讶我的回答的 就是我觉得家务小能手 是艺人和下奈 为什么呢 我们俩总是故意把房间弄乱 就是给他们一个展示的机会 他们每次来我们房间都会说 哇这么 乱 就是 他们每次 第一次是花两个小时整理好 第二次就一个小时 第三次就可以半个小时整理好了 所以就是在锻炼他们的能力 如果有的参观生活中心的话 我觉得大家组队应该会去参加他们两个的房间 没有 就是有一次就是 自从我们家阿欣跟我们说了 她说 都都都你们一定要去买那个全套 新的清洁的什么拖把扫把 买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非常爱打扫 然后我就真的 那你买了吗 买了 在路上 马上就到了 我的加湿器已经到了 都都 我问你个问题 昨天你在我们房间坐了会 不是说要打扫房间 你打扫了吗 真的 我跟你讲回去之后我真的打扫 你问豆豆 那我等一下回去看一下 我真的打扫 然后我拍那边发微博 房间真的分成了两半 一半就是非常崭新 跟梦幻的我的那一半 但是她只花了一个晚上就 就 就 就恢复了 没有啊 你们俩晚上动静那么大呀 其实路边可以晚上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房间 向你证明一下就是现在和一人的实力 那以后徐一人我控制住 现在你来控制住好吗 好啊 你来控制住他给他扫房间 李豆豆他把就是那个淘宝打出来一次性的 啕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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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ими 只要是 可以用过都丢掉了他都买了 哦对 一次性碗筷 但是 你想什么你每次不是到我们房间去拿 还有一次性 真的假的你们房间有 我知道了 谢谢 könnt stuffs 哦 这就是小的时候当然是张 张欣 哦我也觉得呢 张欣 张欣他叙性脏 但是很干净 哈哈哈哈 是髒 不是髒 你们学播音的嘛 我知道 平平自在 那么我想反驳乌龟的话 因为我觉得乌龟其实最不会打扫的 没有啊 他其实一个人呆着的时候 不就是自己在房间打扫卫生物 对 一个人呆着的时候 看起来挺孤独 我想举个例子 就是他穿一件衣服 就比如说他刚买来的 他可以不洗就穿一个星期 对 然后他有一个正当理由 为什么不洗 他就说那个 跑跑卖家已经放他洗了 对 就是拿过来都是新的啊 明明有很大的臭味 他说很香啊很香 不会臭 都是香香的 都是那些卖家 就洗好 我叫他洗好寄给我 我有狗鼻子你知道吗 我特别 我知道啊 就明明是很臭的 他就说很香 你都没闻过 你怎么知道是臭的 我穿的就是香的 你们两个 对 因为我最近送给他一个 就是很香香的东西 所以他用完也会香香 什么 有绵羊的味道 你们买完衣服原来都先洗的啊 不然呢 你看吧 我跟你说 就是那些卖家都会洗过寄给我们 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吧 他们幕后就是弄完的衣服 全都是扔在地上的 对啊 对啊 然后再剪回起来包装 所以一定得洗 所以他们都是良性卖家 都会洗过之后再寄给我 真的 我不跟你争吵这个问题了 然后 我有一个生日祝福想说 哦 然后我想说 ID是正义的坑坑搭 然后 祝你生日快乐 每天都要smile 耶 好了 我们 哎 其实李逗逗 我刚刚特别想说你一个问题啊 就是 下次你的内务问题呢 不要连带着小怪兽好吗 比如说你买一次性碗筷啊 别说了 我跟你们说坏说 不能再说了 我刚刚才听到一次性什么 不能再说了 我说完吧 不可以说 李逗逗下次不要带坏 我也买了 没事 喂 你们不可以说 那么请欣赏接下来一首歌 灰姑娘 呃 如果我们不太动画了 那些事开店 你们不再动画一首歌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摩本